应渊为讨颜旦欢心 化身绿茶时尽小心机 这一幕就连杨子都没眼看 应渊身为天界帝君 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管不可有儿女私情 但颜旦的出现 让应渊想要不顾一切 只为和颜旦在一起 颜旦古灵精怪的性格 实验许天宫充满了生气 颜旦和应渊就是一对欢喜怨家 见面必定不欢而散 但是在颜旦受到危险的时候 应渊总会第一时间护着他 在俩人日渐相处的过程中 颜旦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应渊 面对颜旦的告白应渊逃避了 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早已喜欢上了颜旦 但作为先界的帝君 颜旦只能断情绝爱 在经历一次次误会后 颜旦彻底心灰意冷 寒泪跳下了七十轮回台 转世成为了一只挑花妖 好友于莫得之后 也主动放弃飞升成仙的机会 下凡找到颜旦 俩人在颜兰山战山为王 过上了平平淡淡的生活 在进行日行依善的时候 俩人遇到了下凡历劫的应渊 应渊在颜旦跳入轮回台后 终于看清自己的内心 明白了对颜旦的爱 从而也选择了下凡历劫 应渊这一世成为了一名捉妖师 注定要和颜旦纠缠不清 但颜旦身边早就有了云末的陪伴 相遇后的三人结伴而行 应渊在和颜旦的相处中 再次爱上了颜旦 为了得到颜旦的欢心 应渊化身心机捉妖师 一步步攻略颜旦 最终颜旦被鹰鹰打动 俩人在班间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关注